有兩晚的凌晨 我家裡也發生一些 不是人為的奇怪事 而是發一些很恐怖的噩夢 全部都是在12月的下半個月發生的 她也有跟我說回 我家裡總共有三隻 好像覺得空間好像不只有我 突然之間淡了兩下雪花 突然是跟我回來的 然後我那一刻已經是 幫我扶街了 我叫一間韓國餐廳吃東西 我是一個收拾的概念 你也想帶著頭 我戰鬥到 可能這樣可能會不敢走 早上有大家 先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這段影片應該是我2023年的第一段影片 希望三年大家順順利利 所有東西都可以願望成真 這時間是11點 沒錯我今天是很早起床 因為我稍後要出去掩頭髮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然後那兩個星期是新年 所以想撿上自己的日子 我前幾天也製了一款新的甲 我這次是製了螺色系的甲 我還沒試過製一些那麼淺色的甲 很漂亮 那在化妝這個時候也想和大家解釋 因為我想說 2022年的年尾 我是覺得超級不順利 是不知為何有很多事情發生 還有我也想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我前陣子在家是撞斜 話說我12月份 是壞了非常之多的東西 首先壞了一個讀卡器 然後在聖誕節的時候 掉爛了一部手機 我現在的背面是烈到這樣的 我那天是去了阿咪家煮飯給她吃 因為其實一直都不是很喜歡用手機殼的人 我基本上在家就會拆了一個殼 剛好那天我忘記了拿一個殼出去 因為平時我是一個很少跌電話的人 然後突然在阿咪家的線 整個殼掉在地上 然後拿回去 整個電話都掉了 而且我家無緣無故壞了花灑 但也算了 我覺得壞東西這件事 人之常情 可能剛好那段時間我自己也不小心 加上很流行的就是水星逆行 那最新鮮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段時間 所有東西都覺得好像很卡 還有一件事是會很容易壞東西的 然後有兩晚的凌晨 我家也發生一些 不是人為的奇怪事 就是我家的廚房 那煮東西是有個抄油煙機的 有一天我先剪一剪一剪 就是抄油煙機後面有個 配件透明盒 超大聲 啪一聲 掉了下來 然後我以為是鬆了 然後就走過去裝上 然後裝上去的時候發現 那塊東西是不會自己無緣無故的掉下來 正常是卡得很緊 除非是無緣無故有人推它下來 它會不會掉下來 其實那身都已經寒了一寒 那就算了 我都無理的 然後第二晚 我家是用電磁爐的 按按鈕它會嗶嗶聲 平時那些貓走過 牠們是會不小心撒到 然後就嗶一聲 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我那天馬上 在電視片的時候又嗶一聲 然後我就轉過去 想要叫貓下來 他怎麼知道 上面是沒有貓的 還有那一期我發夢 是很奇怪 我是不斷發一些很恐怖的惡夢 然後有個人就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在煮 其實我本身是相信這件事存在的 只不過我覺得 大家和平共處就OK啦 他們會不會騷擾到你 那你又不會弄到我這樣 然後有一晚 我跟波仔在Kidling 向來在我家開聖誕派對 那一晚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而且喝了一點酒都蠻開心的 然後我就看到 嘩 無故吃 看我嚇事了嗎 然後我就去廁所 我看到廁所真的無故燒了 但是我以上所說的事 全部都是在12月的下半個月發生的 我就覺得半個月下 可以發生那麼多事 然後我又跟我身邊的朋友 去分享這些事 有些混蛋朋友是超級賤 我跟他們說 他就不斷跟我說一些相關 然後就嚇我 然後搞到很長時間 完全不敢回家 而且那段時間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極度不想留在家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一個 很喜歡留在家的人 但是我那一旦留在家 我是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好像覺得空間好像不只有我 這樣 嘩 這個真的很恐怖 我怕我剪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害怕 今晚我朋友的朋友 是會看到這件事 還有有做到這件事 是幫人去請走他們的 那我的朋友就叫我 不如你們去看看 因為我自己已經感覺到不對勁 那我就給了我的地址 還有個人資料 然後過了一天 我朋友就WhatsApp跟我說 說我家裡是有這件事存在的 而且是不只得一隻 還有他不停給我朋友的錄音 就是講關於我家的狀況 以及叫我快點搞 那這些錄音我是很大聲的 在家裡播出來的 但其實我也有點質疑 有什麼可能我給了一些個人地址 你就會知道我家有沒有這件事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 是不是很急救 我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之後才再去處理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我建議你快點去搞 然後我就OK 不要管 那我之後就下床 起床 然後就開電腦 即是不開油自開 開就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開電腦螢幕 它突然之間彈了兩下雪花 但我想說這個狀況 是我從來都沒有試過 有這個情況出現 不會突然彈雪花 然後那一刻已經是 然後我立即WhatsApp 跟我的朋友說 我想快點去教 快點馬上幫忙 然後我時候也問一些有相關經驗的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陳君正 他也有提醒過 其實如果你覺得家裡真的有這件事 盡量都不會在家裡說 另外就是有朋友也有說 那個師傅功力夠深的話 其實不需要上家 只需要個人資料 已經會看到這件事 然後發生一連串的事件之後 我已經害怕到PK 完全不敢回家 就算我在家也要打開全屋的燈 而且一定要到天亮 說不是六、七時的時間 是要到八、九時的時間 我才有安全感睡覺 所以那段時間 本身已經時運夠低了 然後個人又累 陰氣很重 那段時間我的朋友看到我 都覺得我的臉色很差 然後我後來約了一個師傅 來幫我去教一教他 過程我沒有拍下 我太害怕了 我不知道會拍到什麼 其實最主要他都會在家 一個位置 放一些水果 他準備的一些東西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歸納 喂...不要有神經 類似是彈的東西 然後他就在那裡練經 他會拜神 然後我就跟著他拜 他也有跟我說 我家裡總共有三個 而且那三個都是中年的五、六十歲男人 我本身以為是交友這件事 可能是住在那裡 但不是 他們是跟我回來的 那一刻就心想 為什麼不能讓真的男人回來 但是師傅跟我說 他們是沒有惡意的 純粹是跟著我回來之後 不會再出去 所以他就想透過一些奇怪的事情 他就知道他們的存在 然後然後去幫他們 有一件事我還沒說 就是發生這些奇怪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也挺冷靜 我是瘋狂在心裡 在說其實你們想要什麼 然後我收到一個訊息 不知道為什麼 是真的感覺 是感覺到好像有件事 叫我去幫他 然後我那時就覺得 打了冷靜 起了雞皮 然後就處理了全部法事 最主要目的都是想請走他們 然後師傅就開了整個屋的窗 他就說是想請一些神來帶走他們 我叫師傅處理這件事 當晚都有朋友想要去家 他一進去就跟我說 你家的感覺是完全不同了 他說我以前家的感覺 是不知為什麼很陰沉 好像會經常都頭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這樣說我這樣聽 但我覺得這間好像很fresh 還有我在家發生的起碼事 全部都是廚房廁所 那段時間 我的確是感覺到那個地方 好像有點不對勁 我是完全不想走過去 那段時間我每一晚 衝浪都不知道為什麼 心裡很慌 然後我是打給我的朋友 叫他們傾著自己去洗澡 那我師傅就跟我說 衝浪三隻 兩隻就是 躲在廚房廁所的地方 而另一隻就是躲在我另一間房 就是不是我的房 我還說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廚房的七號煙機 開完之後我關不回 開完之後我是不知為什麼 那個環境是完全沒有反應 但我是從來從來都沒有試過這個狀況 還有為什麼我會覺得奇怪 就是在半年前 我的冷氣機也是這樣 開完之後關不回 我是要按很多很多次才關得回 記得那晚我處理完之後 我立刻去按我七號煙機 沒事了 它已經康復了 還有我師傅是幫我的水晶開光了 所以是沒那麼容易會撞到那些東西 不是會被那些東西跟 然後另外就是師傅幫我家封了屋 就算外面有東西跟我回家 他都進不了了 或者其他朋友本身有這東西跟也好 都不會進到家 所以我這家是非常安全的 沒錯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有些東西真的不到 我不相信 那當然有人都是會不相信這件事 可能覺得我很迷信 是想多了 但是沒有這件事真的好看個人 自己個人感覺 還有我也是一個蠻細膽的人 我平時基本上是不會看貴片的 但是我處理完之後 我自己個人有身亡理得 那其實何來而不為呢 那現在已經處理完所有東西 那我準備可以重新出發 因為前一段時間 我真的一個人 搞得是超混亂的 還有因為我是在家做事的 所以我前段時間是做不到事 完全專注做不到事 還有不知道大家信不信新潮這件事 哇 好像整個神婆一樣 但還是那句 有些東西你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的 那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今年真的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是很多很卡的事情發生 一單接住一單 還有今年我自己個人的經濟狀況 都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是屬豬 然後我後來看回 原來我今年是破太歲 就不是犯太歲 破太歲就好像說 最主要是會破財 那我今年真的挺嚴重的破財 我今年是有 因為我發現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要屬豬和屬虎 剛好這兩個新潮 去年都是破太歲犯太歲 然後再說 我今年真的過得很不如意 還有真的有很多棘手的事情 下年屬豬和屬虎的朋友 都會覺得非常好 所以現在是非常期待 笑死他們搞得整個神婆 超迷信 不過對那句 信不信都是自己算實 但是 不是相信的 這件事 好了 那我已經化妝了 但是我沒有設定頭 而且我的頭一定有 因為我知道今天要飄染 所以我前兩天都沒有洗頭 那現在就出發去染頭髮 嗨 很快樂 是不是染完我的頭髮 咦 又有片髮 是啊 謝謝你試一拋 好 你今天打算如何 我想染上一個遲一點的灰色 OK 好 之後再看看 因為 因為 天啊 好嗎 是啊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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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就是給你吃 打扮飯 對 給你一禮物 真的見到什麼 啊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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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Dee啊 弟弟啊 我坐了四個半小時 終於假的會偷了 都是延花之前一直保持著灰色 辛苦阿Dee了 我等了這麼久了 辛苦了 辛苦了Paul 現在就去吃飯了 好餓 你對著鏡頭會不會害羞呢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韓國餐廳吃東西 我相信我們的位景挺有趣 是一個收拾的概念 你們很幸運 還有這裡的裝飾擺帖是非常有趣 它超多的 是這個 是這個來的 超多一些護具仔 那麼大哥仔第一次沒有跑 我們來的問題是吃這個醬油蟹 好棒喔 以前幾天的Yan FaceTime 我跟我說我在吃糖蓋醬油蟹 然後幫我收拾 通話時間四分鐘 真的嗎 真的要拍的蟹 真的要拍的蟹給我 太過分了 我早就叫了整座塔華的地方 我以為是會很小的 怎麼會來的蟹給我 然後我就以為是很小的 怎麼知道來到 不要加油 不要那麼害怕 我真的會很尷尬 這些情況 我沒有溫度 好幸好我沒有買蛋糕 我會吃得很尷尬 你好 我想說 我喝了三杯酒 我已經有點紅 還有 我的腳已經可以試一些 HIGH跑 但我平時不是這樣的 我今天的戰鬥力真的很差 這是因為你 如果我不是去說 我戰鬥到仔 你怎麼可能會不敢走 然後你這天應該會戰鬥 我不會 我會很尷尬的 待會就去分享一下 然後到過我的生日 Yeah 開心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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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f I h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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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u didn't Pisi 好美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WOOOOOO YAY 他一個大鵬鵬